主席 本委員會的委員 今天代表台灣民眾黨黨團 在這邊針對本黨團所提出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 進行提案報告 事實上 在我們所提出的修正草案 兩個最大的重點 第一個 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這個主張 一點都不新鮮 這個主張 一點都不新奇 因為這個主張 在2012年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 所提到本委員會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裡面 就有了 剛剛非常多民進黨的立委在說 說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召開公聽會 過去這幾屆的國會 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開過了多少公聽會 現在的重點 不是有沒有開公聽會 現在的重點 是民進黨自己過去的主張 今天敢不敢面對啊 的問題 2012年12月13號 也就是在這裡 所召開的公聽會 民主進步黨當時的立法委員 從李俊毅 現在是監察院的秘書長 到林佳龍 現在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到鄭力軍 到田丘景 一致主張 要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這是為什麼 蔡英文總統 在2016年 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莊嚴的跟全台灣人民承諾 我們要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八年過去了 有嗎 2016年3月10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 開始排審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誰排審的 那個時候是民主進步黨的招委 段一康 請問他召開了幾場公聽會 零場 2016年3月10號 他開始排審的時候 之前召開了幾場公聽會零場 為什麼零場 因為這些事情 在立法院這麼多年來 不是有沒有改革的必要 是有沒有改革的決心 當你取得全面執政 你希望的是把立法院弱化成立法局 但是人民希望的是立法院 是一個很有效站在人民立場 監督制衡行政部門 的立法院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我們很遺憾 第九屆國會的時候 就應該要完成改革了 但是 是因為民主進步黨的跳票 民主進步黨 想要把立法院 成為護航行政部門的護航大隊 才讓這些法案無疾而終 2024年的現在 有了新國會 我們一定要掌握 這一個歷史的信息 完成重要的國會改革 才能夠對台灣的民主 向台灣的人民負責 謝謝